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 好 那我今天会讲的内容大概是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背景 然后我怎么进入到科技业 然后怎么进入到卧山 然后我在做的公司 Xibuya跟组织的DAO叫不知道 然后我之后会讲一些 可能上次有些同学可能听到一点点关于DAO的内容 就是什么是DAO 然后DAO的历史 然后一些实用的 一些我看到最有趣的一些DAO的例子的办例 然后再讲一下DAO怎么样组织 是怎样的structure 然后DAO的东西到底是有效吗 还是不有效 什么样的情境下有效 什么样的情境下不有效 然后再到这几年来 参加很多不同的DAO 组织很多不同的活动 学到的一些体验 好 那我们就开始 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很快的 很快速的带过 我是Jacky 然后我以前在IG当工程师 当了五年在纽约 然后那时候我是在台湾等当病的时候 自学 上网自学怎么写IOS的code 然后我后来就算纽约 先到加州 然后再也化通纽约 去IG当工程师 然后当了五年之后 我就离职了去做些不同的探索 然后接触到web3的东西 就觉得 哎 IG很好玩 那是 感觉是上一年代的web3的东西 所以我想说 来挑战一下web3的一些体验 然后自己投入一些 朋友带我怎么看一些DeFi的东西 就是去中心的金融 怎么样去用网路上的一些 这些不同的protocol去投资 去制裁 然后我发现我真的很不会投资 很不会交易 所以后来就觉得 对DeFi的这个还好 那后来我想 后来之后 这时候大概是2020的时候 然后后来那时候NFT又开始起飞 然后我开始自己研究NFT 尝试了自己做一个NFT 把自己的优化放到链上 然后把作整的方法 然后就用NFT形式把它卖掉 因为我想说 哎 既然要研究这个DeFi 研究这个NFT 不如就自己尝试的感觉 怎样真的去做一个东西 然后有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就做一个很 很阳寸的一个NFT 然后就放到链上去 去 auction 然后没有想到真的就是 真的有人买一个boss 就真的花了快一个eve的价钱 那时候 那时候eve是三千块 哈哈哈哈 三千美金吗 对三千美金 所以 所以哇哦 现在会有陌生能 完全不认识我 就因为这样 在电视上买我的艺术 觉得哇 NFT这东西 蛮有趣的 它是有什么样的价值 所在 那后来那时候也捐给 就把这个钱捐出去 我就觉得就是 业余的艺术家不好一直收这个钱 然后后来 后来我就觉得说 身为一个工程师 我怎么样用我的技术的背景来帮助一些艺术的艺术家嘛 然后那时候有个朋友 他是一个二度爱美奖体验的动画师 我想帮他 帮他做NFT把他的动画放到链上去卖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 我就想到 那是不是有一个做动画的NFT平台 然后找半天找不到 我就问了我朋友 刚刚把我说过的 People Pleaser Emily 我问他说 你知道有些动画的平台 因为他是一个 美国算蛮有名的一个NFT的艺术家吗 我问他说 他也是台湾的 然后听说我之前的这个教室 有讲过堂克 对 我问他说 你有什么地方可以 做动画平台 他说 没有 我说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好不好 他说好啊 那后来他跟我讲 他另外一个ID的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这有人看过的一个影集就是黑镜吗 对啊 有没有看过那一集 可以自己选择 怎么走的那一集 对吗 坎达斯奈奇 对对就是这个Bandestash 然后就是可以 引荐很多不同的地团 你开玩以前 就是你要 一来扯一来 就是有东西的 然后这一种选择是 一期到一期的 然后你会觉得 这个来电其实很好玩 对 那NFT 上下的有种东西就是 让人家 这个跟DAO的关系 会把它拉回到 因为DAO是说让大家去 一起去投票决定事情嘛 那我们想说把这个DAO的观念 也用在NFT身上 用在影集身上 然后不只让观众可以 可以去用NFT去投票 同时也可以帮助 创作者用NFT去募资 可能现在 现在以前好爱乌的时段就是 如果一个创作者 他要把自己的影片做上 做上 发表或上次 其实很多很多困难 需要很多钱 很多律师 然后需要认识很多人 那web传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Permissionless嘛 这个中文叫做 无需许可 无需许可 所以我想说 是web传的方法 就可以让各种 很厉害的艺术家 可以把自己的影片 在电上 让电上募资 也同时让观众 不只是观众 可以主动参与这个 影片制作过程 跟决定剧情的首相 所以这是我们平台 Shibuya的一个 刚初开始的一个影片 然后 这是我们 Shibuya的 我们自己做的影片 播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刚开始做的第一集 很快就是 几分 一分多钟而已 谢谢大家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转,然后大家可以去选,走左边的门还是右边的门,可以让观众们自己去选,然后你选不同的门会有不同的剧情手,像如果假如说选左边,右边的指定手。 然后我们将第一集一分钟这样,然后去卖NFT,让大家去选,我们20分钟就卖完,然后面出1.4billion的NFT。 有些人觉得,哇哦,这个idea真的会有观众会买单,就是会觉得说可以参与这个影片制作过程。 因为那时候NFT很多事情,就是大家都买头像,什么投机、投出,各种头像都有。 然后我们就想说,是不是有更多更实际的应用方式,可以让观众跟创者的互动可以更有趣,更有意义。 那是我们第一集,然后我们后来做了第二集,最后结局也类似这样,是让观众可以选,左边的路线,右边的路线,也是投票的方式。 然后我们后来又做了第三集,那这集我可以给大家看,这集稍微较不一样一点。 不好意思,我从中间,我看最后面就好了,我从中间跳的。 我从中间的路线走,因为观众选择路线。 这集 切成为观众逸了的话。 我觉得比车上转的火有点重温。 关于谁是观众选择路线。 我从中间的路线走迷ает练的路线。 刚才是这个路线走迫的路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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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